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欢子 大家新年好 今天我们家的腊肉已经腌了三天了 可以拿出来挂了 这个腊肠熏了两天 最后颜色就变了 而且没有那么粗了 这个腊肉挂的时候 要挂得太密了 要把它稍微开一点 到一个月之后 这个腊肉就特别像牛肚干一样 特别 我们家其实有两个厨房 这个厨房是不管烧酒 还有煮邵食给猪吃的 所以这个厨房比较宽敞一点 我们把腊肉球挂到这边 这个是我们前天做的腊肠 然后这个腊肠 明显外面这一层皮 它特别有点硬的 然后腊肉呢 其实过三四天之后 它的变化也是会有点变黑的 腊肉就放在这个火塘上面 所以一个月时间到处拿下来 特别黑 要把它洗掉 然后用开水 要把它煮一下 到处再切成片才好吃 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关注欢子TV 我会给大家拍摄更多精彩视频 想看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欢子TV